朱镕基是一位人民尊敬的好总理 他在任的这五年 是新中国发展史上将为特殊的五年 既出现了像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问题 也有98年特大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 朱总理能走过这五年 着实是不容易 而在现任前 朱镕基曾提出几点担忧 如今20年过去了 我们才意识到 朱总理是如此的有远见 百度一下朱镕基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很多老一辈人可能会记得 1998年中国发生了大洪水 这次洪灾影响了全国省市29个 受灾面积3.18亿亩 4000余名百姓在洪水中丧生 经济损失高达1660亿 面对灾情 刚刚上任的朱镕基 第一时间来到抗洪的第一线 组织武警官兵抢险救灾 在1998年7月4日至9月2日期间 朱镕基三次亲临长江和松嫩两江抗洪前线 为的就是亲眼看一看灾情情况 防止地方漏报误报 其实朱总理的想法很简单 他想亲眼看看灾情情况 看看百姓的生活 而这种探究精神 也一直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 让他发现了一些潜在的问题 2003年 朱镕基在现任前 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四个问题 直到今天这四个问题竟然全部应验 让人不得不感慨 朱总理真是深谋远虑 太有远见了 首先是经济过热的问题 朱镕基曾一手策划开发了上海浦东 对经济问题很敏感 2003年 全国经济形势仍然处于急速上升阶段 尤其是房地产热度很高 上到企业领导 下到普通百姓 每个人都在研究买房炒房 形势一片大好 可朱镕基却在炒房热的背后看到了危机 他在会议中强调 经济过热不是好事 房地产过热可能会导致泡沫经济 一旦爆发便会伤筋动骨 很难恢复 如今的房地产早已成为了过期产业 而朱总理在20年前就能预料到这样的结果 这样的远见不禁让人佩服 第二个问题是城镇化发展过快的问题 城镇化是很多国家都会经历的问题 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工业化 2000年后中国也在积极发展城镇化 可坏就坏在中国发展城镇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欧美国家发展城镇化花费了近百年的时间 可中国却要用10年20年的时间就要赶上人家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城镇化发展过快的后果就是农民的房子被征用了 但工厂又迟迟建不起来 最后农民们反而是无处安置了 如今看来朱总理说的很有道理 很多三四线小城市就是吃了城镇化过快的亏 房子建了一堆但经济却上不来 最后成为了所谓的空城 第三个问题是主题公园泛滥的问题 千禧年后国家突然刮起了一股主题公园的风潮 这些公园往往占地面积很大 而公园征战的多是田地 这让朱总理心疼不已 他批评到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连饭都没得吃 还搞什么主题公园 谁去看啊 朱总理说的很有道理 要知道就算是美国也只有两个迪士尼乐园 且这两个乐园相隔非常远 反观中国到处都是主题公园 造成了大量的土地浪费 第四个问题是小汽车乘风 随着2000年后经济形势变好 小汽车也开始泛滥 给城市交通造成了很大压力 朱总理认为中国应该首先发展公共交通 等到基础设施交通设施管理设施都提高后 暂去考虑私家车的问题 更何况汽车使用的都是石油 中国自己产的石油有限 有一大半都是需要进口的 而进口就要涉及到外汇 届时很有可能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掣肘 被迫陷入较为被动的局面 这四个问题继续说在了点子上 如今距离朱总理卸任已经过去了20年了 这些问题也一一得到了应验 让人不得不感叹 朱总理真的是太有远见了 大家对这四个问题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